蠻蠻米香在淋上蒜蓉撞油 酸噴噴的碗粿是不少人的最愛 一次可以吃個好幾顆 但注意囉 有醫師發現吃碗粿血糖大飆升 一口接一口 你也是這樣大旦國民美食碗粿的嗎 加一科醫師李思賢發現 他吃碗粿前血糖102 但經過一小時後 血糖已經來到190大幅度飆升 營養師也來解密 原來這都跟食物分子大掃有關 上次雖然同樣屬於米製品 但是稀飯分子少 糙米飯分子大 因此一晚下肚 吃稀飯血糖會上升比較快 究竟還有哪些食物吃了血糖大飆升 根據李思賢醫師的實測 今年早餐漢堡配鮮奶茶 四十分內血糖上升六十七 看起來健康的堅果饅頭同樣四十分鐘 卻上升了七十四 肉包則是上升五十 加著蛋白質的澱粉 血糖上升速度 明顯沒有完整一團澱粉變化劇烈 當然如果是含糖的食物 或者是甜度比較高的水果 像是鳳梨 芒果 那以及比較精緻的澱粉類製品 那像是糖尿病的病友 可能就要盡量的去避免 食用這一類比較容易讓血糖快速上升的食品 好味道一口一口煞肚 吃飯黃地大 但享受美食之際 還是記得適量就好 華視新聞馮汁先生中台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